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提起话语学,就不得不想起一个人 就是清代名医王清润 那提起王清润呢,就不得不想起他的七个话语方 通俏活血汤,血腹足鱼汤,少腹足鱼汤和身痛足鱼汤 慧宴足鱼汤,阁下足鱼汤,以及解毒活血汤 这其中又以通俏活血汤,血腹足鱼汤,阁下足鱼汤和少腹足鱼汤最有代表性 这四个应用范围相当广泛 包括了耳、目、鼻、牙、咽喉、皮肤、肿块、跌打、痛症、情质、肠胃、小儿及妇科多种疾患 王清润认为,这些疾患通通是血瘀为患 采用了异病同质的办法 例此四方,按人体部位分制,使各有所主,针对性强 那么今天咱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针对头部瘀血的通俏活血汤 后面再详细说说其他的 中医把翘大致归纳总结为九个部分 包括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和前后耳音 其中头面部的孔翘占了七个 所以通俏活血汤专门化头部瘀血 头部有瘀血会有什么表现呢? 比如,脱发 头发长得好好的,怎么就脱掉了? 头发跟皮毛之间有一层瘀血堵住了 这瘀血像拦路虎一样 会把气血以及各种营养物质拦在那里 头发得不到滋养,自然就脱落了 所以脱发光靠补是不行的 你补得再多,身体它也吸收不了 怎么办呢? 用通俏活血汤把这层瘀血化掉 那头发就能重新长回来 再比如耳聋 这是瘀血堵在了耳窍里 耳窍是身体与外界沟通的管道 就像你家里的窗户一样 假如你把窗户关上 你还能听到外界的鸟语重鸣吗? 通俏活血汤可以把育壁的耳窍慢慢通开 还有就是头痛 头部实时作痛,白天清,一到晚上就加重 痛起来像针扎一样,痛到位置固定不移 通俏活血汤,腹杯即欲 再有就是九糟鼻,鼻头那里红红的,红是未经有热 这个时候,你用清热解读的办法就管用 如果颜色从鲜红色变暗红色了 那就是有瘀血了 要用通俏活血汤 还有哪种情况呢? 其实通俏活血汤应用非常广泛 比如妇女肝血牢,寻麻疹等等 大家可以通过辩证 灵活加减使用 后面其他几个竹鱼汤 我也会一一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留言加关注 谢谢大家